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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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怎么过呀 哎呦 老姑 告诉你个好消息 马金德先生已经顺利到达燕安 我想老家的天比这儿的更烂 老姑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老姑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老姑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永远地把你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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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何队长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主意了 要不要我跟重庆方面汇报一下 把我这个站长让给你得了 站长 您开玩笑了 我哪敢哪 哪敢 你何队长还有不敢的吗 阵长 您听我解释呀 解释 我那天私自上山 没跟您请示 是我的不对 但我也真是为军统战着想啊 阵长 您看 现在避震中在晚都城 一手遮天 我们没有装备 没法跟他抗衡 所以 不如挑动 晚山寨那帮土匪 跟他作对 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 而且 现在晚山寨 那个尔当家不见了 只要我们拿住这个人 就可以让晚山寨 和避震中之间 你是说御蚌相争 我们来得渔翁得利 还是战场英明哪 二十六年 我怕他 有事 但也不吵着 还要自己 对 什么 我怕他 我怕他 说 还要 前 宛珠 你摆弄这些做什么呀 我想送佳琪件礼物 可是一般东西她也不缺 师父 你说我送她什么好 这倒是个问题呀 送什么好呢 要不就送这个 这 这可是你母亲 把你领到我这儿的时候留下来的 你舍得呀 舍得 佳琪是用她的面换了我的面 我娘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给我搜 搜 忍一下 就把你从里面好看 你从哪里里就起了 你从哪里就过来 我去准备所有人 赶快把你抵上了 你怎么那么在乎 你现在跟着男人 谁说见不着我来着 碧小姐 你怎么样 好点没有 你看我像碧洋洋的吗 看样子是好了 子豪哥 徐大哥在山上一直很照顾我 是个有劲有义的汉子 应该的 就他呀 碧小姐 那你还在山上拉肚子 我这也不认识 胃痴多了行吗 你们俩别说了 怎么了你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先聊着 偷偷我了 不许笑 这帮大男人都是小心 佳琪 曼珠姐你怎么来了 你在这太好了 我去找你呢 你找我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想去你府上找你 可是又怕你们家人 所以我想找子豪 陪我一块去见你 你找子豪哥呀 他不在 这不重要 我这次来主要是找你 找到你就好了 佳琪 这是竹花送给你 其实我也 谢谢你啊 曼珠姐 其实 这只竹花是我 我挺喜欢的 真的 我送你出去吧 不用了佳琪 这酒精场的路 我还是认识的 对了 你见到子豪的时候 告诉他 晚些时候 我再来找他 好 好 谢谢你啊 曼珠姐 停一下 停一下 曼珠 陈老板 我到处找你 你怎么样 没事了 受伤了吗 什么受伤 你不是被他们绑到土匪窝里去了吗 我担心死了 他们没怎么样你吧 你说那帮人为什么要绑架你呢 有劳陈老板关心了 你看 现在我没什么事了 如果陈老板不介意的话 我还有事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那你先忙你的吧 姨姨 子豪 您怎么来了 快坐快坐 您可是不尝到厂里来啊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跟我说啊 我 梅姨 你们坐 我去厂里看看啊 去吧 子豪啊 那配方的事啊 是姨做得不好 姨向你啊 赔个不是 你千万不要记恨姨啊 瞧您说的 那事都已经过去了 我不会计较的 那你 也能原谅若辉吗 若辉是我表妹 咱们是一家人 还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看您说的 听你这么一说啊 我这颗心呢 真的是放下了 子豪 你从小啊 就是个明世里的孩子 算一样 没有白疼你 子豪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 不知道 你能不能答应你 什么事您尽管说 我知道这件事 对你来说很为难 可是为了若辉 我 姨姨 您尽管说吧 到底什么事 对我说 啊 一 叫 习 人家 的 有的是被踩刀砍伤的大嫂 有的是被当兵的 打伤的人 你少废话 我问你谁买的多 这 这确实不清楚 我给您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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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以后谁再买金疮药 马上通知我们 否则让你失不了 都这走 是是是 走 走 走 你要是问我这配方 给不给程世霖 我肯定不给他 不过 这是你的家事 我也管不着 但是我得提醒你 刘子豪同志 你这个英雄 要逞到什么时候 你才是个头 于全啊于全 你什么时候 才能不像个小孩子 你能不能从大局考虑 俗话说冤家一姐不一姐 在生意上 更应该是这样 可是 您得想 这程世霖他根本就不是生意人 好了 别跟我争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以后你会明白的 好 好 慢珠怎么突然就被人绑上晚山寨了呢 晚山寨的人究竟出于什么目的 要是真想绑张慢珠的话 那后来毕家琪去换人 他们也不应该同意啊 可能人家毕小姐刺多不好惹吧 那他们还不是惹了 对了若惠 你过来过来 过来 来 坐这边来 我跟你商量商量 我跟你商量一下 我总觉得 这绑张慢珠的 不是他们的主意 不是他们的主意 还会是谁啊 想来想去 在这晚都城里啊 只有一个人最有可能办这件事 那就是你 士林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想啊 这张慢珠在晚都城里又没有仇人 只有你 你害怕 我真的娶了张慢珠 让你这李大小姐 颜面无存呢 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我天天都在家待着 怎么会和山寨的土匪又往来呢 看把你紧张了 量你也没这个胆 不过我告诉你啊 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 要是你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 小心我把你给撕烂了 来 更多想过去 那这什么事呢 那这些事是想想想想想想 那这些事都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出心啊 你可爱了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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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子豪啊 是个好孩子 他不会为难你的 他还答应啊 把配方给侍林呢 什么 你怎么能跟子豪说这种事呢 我这不是为了若辉吗 再说 他都已经答应了 妇人之见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 老子 好了好了 回去再说吧 好好好 那我先回去了 杰川君 为了你的计划 我已经推迟了攻打宛渡城的时间 可是你最近的表现 让我很不满意 是 军部现在在考虑 是不是还要继续地信任你 我低估了宛渡城各方的实力 我低估了宛渡城各方的实力 请军部放心 我已经有了更高明更详细的计划 杰川君 你一直都是我们大志们皇军最优秀的情报人 我们也希望不费一兵一组拿下宛渡城 我明白 好 好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在一个月里你拿不下宛渡城 我就要采用军部的意见 强攻宛渡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好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交易 义父 什么事啊 子虎 我有点张面上的事想问你 义父 不巧 我刚好要出去 要不 我一会儿回来去找您吧 可是 这样吧 于全 你留下 你看一下 义父 您有什么问题 您就跟于全说 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我让你查 晚山寨二当家的事情 你查得怎么样了 我把通缉令贴出去了 全程通缉他 而且各个药房和医院 都打了招呼 一旦有人发现他 就会通报过来 这么说还是没有消息了 是 何宇啊何宇 你这可是大海捞针哪 你这种大海捞针的办法 行得通吗 你能不能再动动脑子呀 再把范围缩小一点 缩小范围 比如 这个二当家 如果不去医院药房 那他会去哪儿 您是说有人把他 给藏进来了 我听说 毕家祺被救下山的那天 刘子豪和他们 卧龙场的渔泉也去了 可只见渔泉带着 毕家祺下山了 而刘子豪 却没有和他们一起回来 您的意思是 有人把他们 藏到了卧龙酒精场 好 你看呢 这个 这 怎么 小语 坐下来慢慢看吧 李叔 您看这账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这些账 怎么还是老样子 我的账 向来四平八稳 滴水不漏 李叔 我没说这个 我是说 这些账 为什么您还不改 这该由我来问你 做出来的账就是这样 什么老样子 什么新样子 那 李叔 我上回跟您说过 咱们产的全部产值 要减少三分之一 您能不能改一下 小语 现在厂里生产的产品废品率 非常低 这我知道 产品生产数量 也特别高 这是明摆着的 为什么让我减少三分之一 要做业得有个理由啊 李叔 我的意思是这个账 小语 当初子豪让我管账 我想 他也是看中了 我的认真负责 我自认为 也是称职的 但是 自从高纯度酒精生产以后 修改实验产品数据 减少产品生产数量 我弄得明白的 弄不明白的 我改了多少数字 这账简直就摆不平 现在又要把账 减少三分之一 小语 请问这是 你自己的意见呢 还是子豪的意见呢 李叔 这真是董家的意思 那好 请你转告子豪 我想听他当面解释 好吧 李叔 那我去找冬家了 好 我等着 刘子豪 你还有胆来见我啊 司令 我今天来 是扶京请罪来了 请罪啊 你以为你成这副样子 我就饶了你了 你罪过大了 我明白 虽子豪 但凭处置 但处置之前 请容我解释几句 你解释 我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 对 老师 回来了 老师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呢 我放心不下伤行的事啊 老师 我 我没脸见您了 酒精场爆炸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老师 您不知道 那个刘子豪有多么的狡猾 我知道 你已经掉进去了 你已经掉进了 他们给你射的圈套 但也不能全怪你 这个刘子豪 居然敢用假的酒精配方来骗我 要是哪一天 他落在我的手里 我非得好好地收拾他不可 在这一点上 你与我不谋而合 老师 您的意思是 我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我跟您说过 马先生家母病重 我一定要送他回去的 我没有不让你送马先生出城 可是你送他出城的时候 没跟我打招呼 就擅自送他出去了 司令 您也知道 这军统的人 莫名其妙地盯着马先生不放 上一次把他抓去 就折腾得够腔 我呀 也是怕再生适中 这是奇异 奇儿 我也不想给您添麻烦 因为我知道 在宛都城里 您也不方便跟军统那些人撕破脸皮 那这么说你还是替我着想了 看家琪的事呢 家琪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与其让他悄悄地跟着 还不如我带着他安全呢 好了 我该解释的都解释了 子豪 任凭司令处置 刘子豪 我哪敢处置你啊 你不就是认准了 我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才壮胆来找我的吗 司令 我 算了吧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我看在你旧佳琪 下晚山寨的份上 这回饶了你 下不为例 再有一次 我可就不轻饶你了 谢谢司令 我不是不让你来公司吗 你怎么又来了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这是我妈让子豪哥给的酒精配方 是真的 酒精配方 你还有脸跟我提酒精配方的事 还想我不够倒霉是吧 你这个吃里啪外的东西 真的酒精配方是不是 是 是礼 小礼 程老板 赶紧给我把夫人送回家去 是 夫人 小礼 李全 子豪 这个李掌柜她死活不敢张 这样下去咱们就危险了 李掌柜是厂里的老人 人很正直的 就是因为她正直 所以咱们才更危险 那也是因为 他不了解我们的真正工作 子豪 我听你这意思 你要发展他成为咱们的一员 那不是 那要看他 对工作的态度怎么样了 这事不能勉强 好了 你也别着急了 都是为了工作 这件事我来想办法 我想一想 协调一下 东家 张小姐来了 说要见你 张小姐不是上午来过了吗 她说就是上午没有遇到你 所以留了话 说下午再来 这佳琪也没跟我说 玉璇 你去通知李掌柜 说我晚上约她吃个饭 好 那我走了 我走了 她在哪儿呢 在院里呢 走 带我看过去 好 门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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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豪 终于见到你了 最近还好吧 门珠 你受委屈了 在山上 突飞没为难你吧 这样吧 咱们先进屋 细说吧 那个 咱们找个地方 喝杯茶吧 都到了家门口了 就进屋说吧 要不 咱们出去走走 我请你吃个饭 子豪 其实今天早上 我来找你的时候 佳琪也在 这次 我被土匪绑上山 多亏佳琪救了我 我想她为了我 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是啊 明天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们 一起吃个饭 佳琪也在吗 是啊 就算是 还她个人情呗 嗯 走 咱们吃饭去 好 我跟卧龙酒精厂的 李洪业 认识已经十几年了 老太爷在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就不错 杨先生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替你办好的 嗯 好的好的 那我可就 把这件事拜托你了 杨先生 你可真是客气啊 我说过 只要您吩咐我的事情 我一定会全力去做 好的 有什么情况的话 就随时告诉我 好 明白 好 快 好 好 哦 我 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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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嘛 慢走啊 小子来啊 好好好 大姐 大姐 小子 小子 啊 啊 小兄弟 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是方船会面馆 我刚才看见你 运到在我们面馆前面 我就把你扶进来了 小兄弟 谢谢你 我要回去了 大姐 不忙 不忙 我看你是饿着了 你就吃完我们的面再走吧 来 吃点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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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您怎么了 没事吧 您多吃点面 吃完了 心情就会好起来的 好吃吗 这是你家的门面吗 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呢 不是 我也是被我们家掌柜子 在路上救的 然后就给她到这儿了 李先生 您来了 里边请 李先生 你今天吃点什么 一碗牛肉面 我带走 好 一碗牛肉面 好嘞 您先喝着 李掌柜 刘掌柜 好久不见了 可好啊 不好 你我可真是好久不见了 来来 坐坐 好 怎么 最近怎么样 刚才听着好像不太开心呢 别提了 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 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谁说不是呢 像我四号老冬家那时候 老冬家从来都是说一事一说二是二 可现在少爷他 听你这话 你那儿也不太顺利 出过什么事 少爷他都是遮遮掩掩 不想让我知道 你说我在茂公酒精厂待了这么多年 我可是一心为着茂公酒精厂好的呀 就是呀 子豪也是这样 你说啊 我是看着卧龙酒精厂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恨不得把心都扑在这上面 可是 是 李掌柜 说起咱们少爷呀和刘老板 他们两个人再这样斗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他们两个真是 你说我看着多着急呀 一个是您亲外甥 一个是您女婿 你家在中间真是难为你了 刘管家 我一直想能有个机会让他们俩和好 你说 子豪是个好孩子 这士林本性也不坏 怎么就 是啊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看啊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呀 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帮帮他们 大家都在宛度 这能够合作总比一只斗下去要好啊 是 这到最后伤的还不都是自己人嘛 谁说不是啊 对了 李掌柜 有机会啊 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 好嘞 你说得是 李先生 您的牛肉面好了 好好好 李掌柜 你怎么不在这儿吃啊 不瞒您说 这场子里 最近出了点账面上的事 我得赶回去把它弄清楚 账面上的事 以后我再细跟你说 走了 好好好 那您慢走 好 好 好 你们俩把这儿给我定醒了 那个土匪八成就在里边 有什么情况 马上向我汇报 是 是 队长 老师 您让刘明如去见李红燕了 怎么了 您是想拖他下水 替咱们办事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怎么了 你担心你老岳父了 那倒不是 这是我那个岳父啊 为人真诚 吃软不吃硬 我怕没那么容易啊 这个你放心吧 你那个老岳父啊 不到关键的时候 他是不会背叛过农场的 我们要做的 不是逼迫 而是引导 引导 你这个人的 乔父 您怎么吃上了 坐好 我正想带您去吃好吃的呢 于全没跟你说 跟我说了 改日吧 自豪 小鱼 一定已经在你那儿 告我的状了吧 小鱼告什么状了 告我没听你们的 做调账啊 义父 我知道 您虽然是说小鱼 但是 其实是冲着我来的 义父 自从咱们掌握了 高浓度酒精的生产技术以来 还不到一个月 咱们赚了多少 现在看不出来 以后就看出来了 是啊 赚的以后才能知道 花的现在已经知道了吧 实验投入 部分停产 低浓度酒精的这种转让 别人看着咱们挺风光的 其实呢 咱们最近是只出不进哪 那现在订单多了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那我问你 这些大客户都是谁介绍的 毕司令 对 毕司令 这全国有这么多家酒精厂 那么大家 不会都看着毕司令的面子 把生意转让给我们做吧 那毕司令 去找客户 他也是需要打点一下的 打点 怎么个打点法 光吃饭是不行的 得需要这个 所以说 那这些钱 咱不能让毕司令出吧 什么事都 就不能清清白白地做生意吗 本来啊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因为我知道您的脾气 但是 我也是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 所以 你让我做条账 真是太难为你们了 不不不 义父 我这是太难为您了 真是难为您了 好吧 自豪 那我就 把账 都给他拼过去 我相信 总有一天 咱们会清清白白地做生意 清清白白地 义父 我还想问您一句话 你说 您对我刘子豪的德行 信还是不信 这还用说吗 我当然信了 好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我刘子豪做事 向来是对得起 天地良心的 义父 我让您做的事 您也不必多问 您知道的越少 对您就越安全 这里边的缘由 我想以后 您会明白的 您记住了吗 好 好 好 怎么样 毕家姐 去药店了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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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这些药啊 你煎一次别倒了 还能煎第二次 刚才她买了什么药 我正要告诉您哪 碧小姐买的就是锦创药 好 队长 怎么办 给我盯着碧家琪 有什么情况 骑士向我会忙 是